凭主任的 等一下 大爹 他怎么了 为什么要抓他 武田将军要找彭飞了解点情况 去梅记官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去一去就回 没事 别动 别动 走 有话去我办公室说 我跟彭飞虽然苛刻斑斑 可是毕竟 一日夫妻百日恩梦 干爹 我也不希望 看见他罗娜呀 罗娜呀 你的心情我都理解 彭飞是我的人 我当然愿意对他负责 只是这次事情出得太大 他跟上小兰 又有不清不白的关系 如果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话 恐怕连我 在武田那儿都不太好交代 但是干爹 你一定要帮他 彭飞跟你这么多年 对你 也是忠心耿耿的 你看你急得这样 那儿就跟彭飞真有事儿似的 他当然没事儿了 可是你说 这梅西关是什么地方啊 那是鬼门关 现在 沙晓兰死了 朱雁云子也死了 我就是盼着武田 拿他出气 拿他可真是 那个天气出不来了 不要再哭了 可是现在 彭飞的事 我说了不算 没机关武田将军哪儿说了才算 当天 你也做不了主 那我 还是去找武田将军吧 丁龙 你结婚以后变化很大 好 干什么的 我是来找武汉将军的 你是什么人 特工总部机要秘书 关平路 经过检查了吗 他们都认识我 不用检查 不行 我要再检查一下 你把花放下 还有你的包 你快点 胡孙君 关小姐 怎么是你啊 你快过来看看吧 这是你的兵吗 他要检查我 混蛋 关小姐是将军的朋友 回到你的岛位上去 五天将军还好吧 还在医院 不过医生说 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你呢 没事吧 不还好 谢谢你 这些兵怎么都不认识我了 新来的 是 今天又调了一批先兵过来 危机关现在是如临大敌一样 五天将军不在 真是很遗憾 这花只能麻烦你 转交给他了 关小姐既然来了 就到我办公室去坐走吧 好啊 行 关小姐 钱先生的事情我很意外 据我对五天将军的了解 这件事情 一定是五天将军 只能盯着一半 是吗 本来还想去找五天将军 说说情 看来没心望了 关小姐 你不要着急 如果钱先生不是共产党 五天将军不会拿的怎么样 他当然不是共产党 沐村军 谢谢你 你始终都把我当朋友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请说 你是我见到过的 最出色的中国女性 我说的是心里话 你有一颗善良 真诚的心 钱先生对不起你 你还没他四处奔波 我真是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关小姐 以后有我效劳的地方 你尽管说 沐村军 非常感谢你 我也做了你一辈子的朋友 下车 这女孩是谁 这女孩 难道是单单 主任 我们搜了上晓岚的家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 就这些吗 我们还把上晓岚的女儿 抓了回来 这个小兔崽子还挺静 我看就是一个小共产党 你看 你对他干什么了 他要你 我就是把他戴在身上的这个拿了下来 这个人是谁 肯定是那个小兔崽子的父亲 看着有点面熟 这张照片是你原来跟我说过的那张 这张照片虽然魔术 但是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钱鸿飞 这件事一定要注意保密 只有你我知道 这个对 我的任务 就是养护你 那是什么 尽快出去 快点 你在干什么 太太 我怕你口渴 给你送杯水 送杯水用鬼鬼祟祟的吗 我看你是存心吓唬我 不是不是 我怕打搅你 太太 怕打搅我就不要到我的门口了 以后不经过我的允许 不许过来 是 老爷在 太太脾气大 老爷不在 这脾气更大 彭飞 娇娇我娶回来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跟组织生联系 我该怎么办 单单也被他们抓起来了 我不知道这一关该怎么过 我心里很乱 真的很乱 进来 行了 别哭了 没事的 行了 干嘛 这次你一定要帮帮彭飞啊 不然 他就掉脑袋了 彭飞能有多大事啊 怎么会掉脑袋 我肯定怀疑 他是共产党 莫群怎么会怀疑彭飞是共产党呢 肯定是那个武艺小鬼子干的 他毒贩了那么多人 不找几个替死鬼 他下不了台 行了行了 没事的 干嘛 彭飞这回肯定完了 武田那边一定要找替死鬼 那种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 进去了 人就冲不来了 你说的这些 我都明白 彭露啊 难得你对彭飞一片真心啊 这样子 一会儿你干爹回来了 我跟他说说 啊 啊 陈勿在啊 没事吧 你还知道了 你说你没日没夜的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居然把彭飞也给装起来了 彭飞能有多大事 不就是和尚小兰那点不清不白吗 尚小兰是共产党 彭飞也成共党了 那先兵队的人不都成共产党吗 你就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 我这是在烦你吗 我是在提醒你默飞 彭飞可是你的人 武田那小鬼子为什么总和他过不去 还是怕你以后在上海滩呼风唤雨 先断了你的左膀右臂 再说了 终于云子死了 武田总得替他复仇吧 他要不杀了彭飞 他出不了这口气 武田在想什么我能不知道 可是这件事情太大 我不得不例行公事 干爹 彭飞在里面还好吗 他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我想看看他 你知道彭飞犯的是什么事吗 共产党嫌疑人 我一个特工总部的主任 能允许你去看共产党嫌疑人 干爹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 你要帮帮他呀 干爹 起来 起来 这件事情我说了是真不算 得听日本人的 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 越在这样的情况下 越要冷静 你现在先回去 先回去 去 莫群 人得讲点交情吧 彭飞可是对你忠心耿耿 你不但见死不救 你还要落井下石啊 妇人之见 这件事情不查个水落石出 我得掉脑袋 彭飞 你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跟组织联系不上 情报也送不出去 我都快急死了 这是一点办法的没有 陈福 掉头 徐四方书店 新医生 小姐想要找什么书啊 请问有没有旗袍这本书 有 请跟我来 平如同志 终于联系下人 老宋同志 快走快走 小岚同志牺牲了 彭飞同志 也被丁木群抓了起来 关进了特工总部的监牢里 那彭飞同志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昨天丁木群派人把丹丹抓了起来 今天呢 又把他放了出来 从这个情况看 前彭飞同志 还没有暴露 这是那份绝命文件 太好了 平如同志 你知道吗 这个情报对我们新四军来说 跌得上千军万马 你有力打工了 这是小岚同志 用生命换来的 小岚同志的情况 我会马上向组织回报的 平如同志 现在的行事十分的恶劣 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在彭飞同志还没有出来之前 你直接跟我联系 好的 老宋同志 我想有一个请求 你说 小岚同志牺牲了 彭飞同志又在监牢里 丁木群派了特务 监视淡淡的行踪 这个孩子现在十分的威胁 我想请求组织 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这件事我会安排的 那我谢谢你们了 平如同志 你要多保重 要坚持下去 等待彭飞同志回来 虽然前锋飞 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但对他的怀疑 我们不能放弃 那将军您看 要不这样行不行 我们把前锋飞给放了 然后秘密地监视他 给前鹏飞自由 让他相信 我们还信任 好 安插在他家里的佣人 也一并撤住 那就按将军的意思办 我去了 主任 现在有空吗 什么事啊 跟我走一趟吧 去哪 去了就知道 秘密 容卫兄啊 主任 受委屈了 主任 你说得轻一脚 我现在算明白了 自己人整自己人 是怎么回事呢 劳嗦就不要再发了 能放你出去 我是在武田那打了保票的 谢谢主任 主任 你放心 我会继续为你效劳的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 我让评录一块来接你 好了 你们赶紧回家吧 谢谢主任 谢谢 拜拜 回家 我会继续为你